原标题 他也是一代枭雄 三国时期的三国鼎立 离不开曹操 甚至到后来的三国一统都离不开曹操 其实当初曹操是有机会让自己家的人统一三国的 郭家去世的时候 曾经告诉过曹操一句话 到那时曹操却犹豫了 最终就导致了曹魏葬送 说到曹操就不得不说 郭家 郭家之于曹操 就像是诸葛亮之于刘备一样 郭家是曹操的毛氏 在当初曹操打天下的时候 群日欲推荐给曹操的 曹操也非常重视郭家 曹操能够很迅速的 在三国当中占据上风 离不开郭家的出谋划策 但是没想到的是 郭家英年早逝 没有和曹操一直走到最后 但是没想到的是 在国家临终之前 还对曹操说了一句话 可是曹操却犹豫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这里 就要提一下司马懿了 司马懿前期隐藏得很深 从一开始 他就防着曹操 他也知道曹操在放着他 他露出英雇虎狼之相的时候 曹操就对他有所防备了 他知道曹操爱财 所以出处小心 如果说开始司马懿还有所保留 那么到了后期逃疲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表现出来了 曹操后期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地 那就是开始没有人可以用了 所以司马懿被重用了 司马懿就和很多的大臣联合起来 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权力 甚至到了后来的时候 魏国实际的掌权人是司马懿 表面上还是曹丕 甚至诸葛亮在世的时候 一直都进攻曹魏 就是认为诸葛亮是一个很大的对手 诸葛亮在世的时候 没能把曹魏给灭掉 后来耗尽心血诸葛亮辞世以后 魏延也晚年 后来的江维想救魏国也是有心无力了 总体来说 魏国和蜀国的争 斗 司马懿是最大的得意者 当初 国家临终前对曹操说 司马懿用忌之身是臣远不能及 臣死以后能用及用之 若不能用便杀之 想当初如果曹操听了国家的话 用不了司马懿就除掉司马懿 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 曹操总犹豫 以为能够驾驭得了司马懿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司马懿随后的目的 并不是位及人臣 而是整个天下 小编认为 如果当初曹操听了国家的话 不要犹豫不决 也许最后就没有三国统一了 司马懿这样厉害的人物 如果就这样死去了 那么 他也担不起后来的盛名了 其实这不怪曹操 毕竟司马懿也是一个厉害人物 司马懿能够有后来的地位 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了 所以不论如何 历史已经发生 留给我们的只是讨论而已 各位网友 你们怎么看待呢 欢迎在评论局留言讨论 又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